顾不上吃早餐 萧锦琳拿了头发直接就走了 穆飞池也不留她 这个时候别说萧锦琳着急 她也很想早点知道答案 但凡是芸汐那丫头的事 对于她来说就都不是小事 吃过早餐 穆飞池先去了一趟情报组 其他队员相继回到国内整修 她走之前给情报部门下达了指令 现在迫切地想要知道结果 这一次F国的内战爆发 以及人为引发的大面积的病毒感染 所有的这些都跟鳄鱼摆脱不了干系 这个一直躲在幕后 操控着军国边境 以及东南亚地区贩毒制毒的团伙头目 她的势力范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而这其中的谋略和手腕 绝对不是韩红斌一个人就能够做到的 那么如果韩红斌不是鳄鱼 鳄鱼就另有其人 而韩红斌 不过是这个团伙摆在明面上的一颗棋子 而这颗被推出来的棋子 为了吸引三大家族的注意 心甘情愿被人当了那么多年枪使 如果不是有把柄被抓着 那便是巨额的利益 让韩家甘愿当别人的替死鬼 而这个别人 又会是隐藏在军国里的什么人物 看来 这些年他对军国的上层圈子太过泛重 睁之眼闭之眼 还真让某些人起了歹心了 少帅 情报部门里 正在认证工作的特战队员 看到沐飞池进来了 纷纷地站起身来 向袁九走上前进了个军里 抬手把手里的一叠资料递了过去 少帅 这是我们情报部门最近搜集的资料 那个偷走病毒的 确实是鳄鱼组织的一员 我们的人借由上次 跟纵航空兵追查下去的线索 审入了内部卧底 得出来的消息很惊人 鳄鱼确实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庞大的国际贩毒组织 虽然他们的首领叫鳄鱼 但是谁也没见过这个人 也不清楚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的存在 据打探出来的消息 这个组织大事小事 都有照片上的这个 代号为猴子的男人下达指令 寒红兵不过是他们 安插在军国的一颗棋子 穆飞池看了眼照片上 偷拍回来的模糊的照片 上头的人戴着墨镜 再加上隔得很远 模糊的几乎分辨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模样 只是一个大概的样子 他略略地扫了几眼 然后收起手里的资料 这个组织 现在已经渗透到了我们军国 务必要查清楚 到底还有哪些人牵扯其中 是 顿了顿 向远九继续道 少帅 您不在军国的这段时间 京都特别热闹 您看看 这是最近的绯闻 寒家和乔家看来好事将近了 哼 寒家乔家脸影 是那丫头想看到的 必要的时候再加一把火 是 属下已经叫人去处理了 韩二少和芸汐那位表姐 这周五订婚 应该会有一场好戏 莫非时挑挑眉 向远九在她的注视下 半笑着 把酒店那天晚上的经过 仔细地说了一遍 头顶偏绿了 韩中统还能够同意 跟梁星宜顶婚呢 看来 韩耀天跟乔西敏的事 让韩中统有危机感了 他若不顶婚 不拉住苏家这个 还不知道能不能指望得上的救命稻草 想要对付韩耀天 拿下韩家继承权 那几乎是没可能 嗯 一切都在那丫头的计划之中 这事我不擦手 让她玩去吧 那我放了天了 再替她收拾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